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 于4月1日发出一张黑白照 随后公开了告别式的时间地点等资讯 生死一度沉迷 后来他出面证实举办了生前告别式 希望提醒大众勇敢面对死亡 做好生前规划 由于当天是愚人节 因此不少人都认为 他拿生死开玩笑 真的很低级很无聊也很浪费资源 纷纷留言批评他 对此黄明志在IG现实动态 发出黑底白字反击 他强调自己半生前告别式 宣传新歌有什么不对 难道大家要出钱帮他宣传吗 在愚人节举办告别式的原因 则是认为这个社会 需要多一点幽默感 以及多一点创意 不在愚人节玩 难道等到中秋节才来玩吗 黄明志不想没守成规 所以用自己的方式 推广他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重点是没有用到酸民的钱 他更火大点名媒体黑粉 还有批评他的网红 只是想趁流量而已 不要再假清高半清流 让人看了觉得很恶心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